你做推介的三樣東西是哪一張 那是什麼? Cream 不像分身杖 不高的嘛 我會不會腳震壓 很希望我下山了 我畏高少子來的 第一站我們來到Landing Coffee 這間cafe主打他們海天一色的 極工整 極整齊的風景窗 Sonic看到之後就說一定要去 好啦 現在給大家看看如何一起總複 一進門口是看到擺滿精美的甜品 我內心想應該都不錯 上到二樓就是No Kid Zone 看到立地大玻璃 真是心亢神異 這樣困住沙灘 真是好美啊 但是這樣也是吃不到它的食物質素 我們點了 濟州愛爾蘭茶Landing Coco 和檸檬Mousse Cake 這間cafe的菜單主要採用 熱帶水果做配搭 我們就試一試給大家聽吧 檸檬Mousse Cake外層是薄身脆皮朱古力 但我們一致認為蛋糕是很甜 簡直是甜到漏的那款 Mocca咖啡配椰奶 就真的只是推介給適合椰子椰奶的人 我個人來說就覺得是正常的 未去到經驗的程度 而愛爾蘭茶是用了很多白香果 和五味子的糖漿混合在一起 我們喝到藥水味的茶香 如果大家真的想來打個卡 我想你們點回普通的食物就好了 千萬不要試它的Signature 大家去旅行的話 就是預料要加入Good Food 那來吃這些 我就覺得不要浪費空間 你做推介三樣東西是哪一種 大家看看它的反應 就知道什麼情況 我還是讓大家繼續欣賞一下 這麼漂亮的風景 第二站 我們就在同一條街 走前一點的一間Bakery 叫做Sawgripine Bakery 這裡整棟都是Bakery和Café 我們去的當日只有三層 接下來會開第四層 這間Café是我們去了這麼多間 我們會想回頭再去的Café 廢話少說 進去看看是什麼情況 我們現在就在二樓 就是Bakery那一層 一進去是看到它設置了一個select shop的corner 擺滿了當地的濟州品牌 從香薰到毛巾都有 二樓的空間位置比較闊 差不多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海 它還有一個牌寫著麵包出爐時 看到這些這麼漂亮這麼可愛的麵包 真的忍不住流口水 回來時剪片都在後悔當時為什麼不吃多幾款 不同口味不同款式的麵包都有齊 除了麵包之外 它們還會因應不同季節 推出不同季節的飲品 它們還有Vegan的Signature Coffee 買完食物之後 我們就上去三樓坐下 這間咖啡偏向是走田園風的路線 也有一點勾式 而這間咖啡 休息半小時至一小時 都是不錯的選擇 食物質素 簡直是贏第一間一條街 這間咖啡 我去皮都皮都沒有喝 沒有喝過牙齒 正常有冰天的味道 我想吃一些咸的東西 因為今天我們全都沒有吃咸的東西 在這裡 什麼咸 好像 一些Pizza 是 一些蔥 這才是幾個 這才是西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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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西哥 中間呢 中間是辣醬 因為呢 他還有很多辣椒 現在十五口按都是辣椒 中間的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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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是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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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m 中間是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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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就是Cream 中間的黑色 中間是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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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面後 中間是Cream 中間你可以開眼 中間就是 office 隨著麻香的沙灘出現 我想在香港是不會看到這個景象 大香你出城的我真的覺得 嘩!好神奇啊 我們來到城山日出風了 阿高 嘩!你走多久才上去 神經病 我覺得很漂亮嗎? 我覺得很高 其實我想不上去 認真嗎? 媽媽是不是上去? 挺高的吧? 我會不會腳震 我希望我下山了 我畏高少知 城華體現一萬窩一個人 現在出發 慢慢走上山頂 慢慢走 看到老人家走這條路 右邊這條路 左右也有 平坦一點 這個傻人還說要挑戰 讓路 讓什麼呢? 這麼快是什麼? 不凍了 這麼快我們只是走著 下面小路 看到嗎? 看到嗎? 整個山還在上面 還說半個小時走到上海 行不行啊? 神經病 4.48分 OK Let's go 我懷疑你真是神經病 現在走了90米 還有208米 他說90米 師兄會不會計算 90米 也不可以 所以180米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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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城山 日出風的旗石 嘩 頂你了 告訴你 還有145米 還有25米 還有145米 我只高到115米 鮪魚 加油 我支持你 你有什麼放進去 蛤? 你不怕滑滑滑就可以了 才不會有200多米 是呀 已經走了一半 那好像有點快 快 很快到 你看看 這裡磨上去 就已經是了 啊 好的 姐姐 現在景已經變成這樣 也不是很高 你說話 剛才我們在巴士那裡 都很釘 這樣也很大級 看是偏向高一點 比闊度大一點 可以先休息一下 在這裡 我們到達了路途中 其中一個觀景台 欣賞一下西州市的景色 還要上去 出發 好了 待會再見 有點難走 這裡 這裡的山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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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想向前走 看到這個牌 城山日出風 是世界七大自然景觀之一 城山日出風的形成 就是因為土壤 和島之間的沙和碎石 將火山島和陸地 連成一個突出的半島 有了 大約半個小時 一定能倒到的 山頂 好像很快 其實很快 平山日出風的火山口 其實我也很醜 很有趣 很有趣 有趣 有什麼聲音 有什麼聲音 火山口 現在綠草鳳生 OK OK 不錯不錯 在以前 山頂也作為過農民的奸地 樹林裡是具備了豐富的生態 晚餐 我們就去了 Konfetti 分別點了 意大利藍芝士蜂蜜蘋果披薩 韓式牛排骨湯跟鮑魚 最好吃 好吃嗎 好吃嗎 有些蘋果用 飯就沒有評價了 飯就沒有評價了 謝謝 你也有意大利藍芝士蜂 不妨 那我幫你嘗嘗 嘗嘗 我可以嘗嘗 我先嘗嘗 我再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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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麼吃不下 我今天吃點 我吃點 我吃點 我 又是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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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心味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有 我覺得他應該放了很細條的 不多的人心 下去煲的湯 嘩 我都說了 你承認我是金舌頭 湯和pizza 你喜歡哪個多點 湯 湯 因為那天的車程都差了兩個小時 介紹一下我們當晚入住的酒店就是Parners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場面很似曾相識 這裡就是Kinderland的拍攝場地 酒店裡面分別有東館和西館兩個館 可見酒店的Lobby是非常大 這間酒店還是在2022年新落成的 西館的Outdoor Infinity Pool 事不宜遲帶大家回去房間看看是怎樣的樣子 一進門口的左邊就是一個浴室 簡單的廁所設備 基本的洗面台 風筒和個人護理產品都有提供 這間酒店是我們整個旅程第一間有提供 獨立包裝的個人護理產品 基本的雙人床 旁邊也有一個衣櫃設置了 裡面都是放了衣架、浴袍、夾曼、拖鞋、洗衣袋 作為一間酒店衣櫃裡面要有的東西 它都有齊齊 床和電視機櫃中間都放了一個小茶櫃 Snapbar還會提供了濟州Ocelot雪綠茶的茶包 阿陳就有一個熱水壺 旁邊當然還有一個雪櫃 酒店職員說除了水之外 現在的啤酒都是免費飲用 大家入住時的話 都是在公開期間就不要錯過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CLSE三樣東西 先試一個蛋糕 你吃它有綠茶朱古力 茶呢?沒有呀 我覺得你說是紫的 但我覺得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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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